大家好,我是游戏狂人 狂人今天来到陆服一区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最厉害的杰诺斯 居士机神 他的杰诺斯拥有586万的生命78%的暴击 买了一次专属武器征服卡全身五星 这个是在陆服九游一区的玩家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他究竟是被谁 越战600万给解决了呢 本期大神系列主角NOBB 他带着一个高电路的驱动骑士 以及潜能五星的觉醒龙卷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他是如何越战600万 而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同时大家也可以透过对战来看一下在越后期的时候 每一次核心角色诞生 究竟又有什么变化呢 什么角色是该你要取得的 什么又是该淘汰的 记得升旋角色 本部影片也准备马上开始了 我们一起欢迎今天的主角 NOBB 好本场比赛开始了 NOBB的假面带着专属武器速度还是优于居士机身 我们来看一下居士机身 这场带上的角色 其实配置也是蛮好的 用精神霞搭配 龙卷以及假面 这样的组合在这个时期还是挺优良的 但是对手仅仅靠着一个 驱动骑士 就能够对这个第一名的杰诺斯采取什么样的攻势呢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电镀以及攻防 杰诺斯先是这一炮造成488万的伤害 盾牌有点损伤了 不过我们看到NOBB 这一次还很罕见的把邦普也带上来了 邦普邦谷 两个兄弟都在战场上 很多观众都有这个疑问 两只可不可以一起上场呢 现在你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我们目前看到对手的一个金犬虾 这一个咬过去盾牌也没有破得很厉害 二回合了NOBB假面还是优于速度马上在一个邦普连击 不过这一下没有能够打破盾牌 再来觉醒龙卷 这一招就关键了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居士的基层 丝毫没有受到任何的损伤 好轮到居士做一个反攻了 这一次攻击实在是事关重要 我们看到居士基层他的一个杰诺斯 这一次能不能造成一点伤害 这个轰过去还是没有伤害 太可惜了 马上觉醒龙卷再一个补刀 好这一次试试能有多少 哎还是没有伤害 马上轮到邦普也倒了 哇金犬虾对驱动骑士一个打一个玩百万 还是没有伤害 比赛也马上要到第三回合了 我们看到居士基层这一次金犬虾会不会被打掉呢 哇这个单只打420万的伤害 那三只是不是要打1260万啊 哇这个驱动骑士还是挺可怕的 同时居士基层目前也陷入麻烦了 他的角色血越来越少 贾面恐怕也要倒下了 因为稍后会来一个立场 这个立场在攻击之前就会发生 我们来看一下贾面 哇真的倒下了 警犬虾也做了一个扣血 不过还有一点血条 这个反击之后力道 还是没有能够伤害到驱动骑士 机神的机会又来了 这个杰诺斯这一次有没有办法 还是没有办法造成伤害 龙卷看有没有办法打破 帮普的盾牌呢 我们来看一下 哇还是没有破 马上又轮到 NOBB的驱动骑士 这一次出招 我们看到打单只 还是422万的伤害 到了第四回合 假面先是一个技能 接下来就关键了 因为居士机神的龙卷 恐怕会被NOBB打到没有血 我们看这一次超级绝技 打过去 这个血条剩下四分之一回到一半 这样一半的血条 恐怕要自爆了 我们稍后来为这场比赛 做一个倒数祭司 不过我们还是看一下 机神这一波攻击 能不能造成有了 472万的伤害 但是觉醒龙卷在这个时候 倒下了 奔场比赛看起来也准备 真的要结束了 剩下时间我们来看一下 NOBB队上 低听 低听这样的一个强悍的玩家 带着恶狼以及杰诺斯跟假面 现在很多人还是练着恶狼 不过遇上邦普这样的一个强悍核心 这一场又能够有什么精彩的表现呢 不过游户 低往前 我看我的身体 看我的身体 我看我的身体 流水岩西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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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打得特别快 才不过第二回合 我们看到基诺斯这一次还有没有机会 造成一点伤害低厅的基诺斯 在游戏中 还是拥有五百多万的一个高额生命 好 这一次驱动骑士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哇这个一展下去可怕啦 简直是不得了 看来本场比赛真的要结束了 你们有发现狂人每天声音都不一样 有时候说这个有时候说那个 每天是正常的 如果你没有发现的话 如果你没有发现的话你还是聪明的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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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